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女孩 不是 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诡异的事 是你老公别兴了 她看到了 她喜欢更多的女孩子 就是说除了你她也喜欢别人而已 她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你 但如果你不发现 她也不会揭穿破这层纸 因为她有孩子吗 你要帮她带孩子吗 你作为她的妻子 她在这个基础上 她也可以在外边再有几个情人 一个最好是很多 你觉得我跟她生活这么多年 我就觉得我不认识她 就感觉完全就不认识她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放下对你老公的批价 假如你还没谈恋爱 假如说从你对这个世界男人女人的了解 你会对男人女人这种爱情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比如说所有的男人都会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吗 所有的女人都会一生只爱一个男人吗 我现在不会 你不会 那么你跟你老公也是男人女人里边的数 你也是这个世界的女人 你老公也是这个世界的男人 你们都不是圣人 知道吧 这个与错误不错误无关 你的伤透不是说 你的伤透不是说你老公便携事 你不允许背叛发现在你的情感世界 你不允许欺骗 背叛隐瞒不允许觉得自己不被爱 觉得自己情感上你是要呵护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份情感在这 真的我们 因为这份情感是来自父亲母血的知道 父母我们来自于父母的 我们这份情感就在这知道吧 充满我们的身心 这份情感来到这个世界就渴望被呵护被重视 这是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被呵护被重视 被保护觉得觉得他可怜觉得这个情感是委屈的 因为这个情感觉得因为这个情感在要爱 觉得这个情感应该被他觉得被呵护了 被保护了被被别人觉得别人喜欢你等等 这些就是这个情感买足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觉得不被呵护了觉得他又呵护别的女人了 这个是这个这个情感马上就觉得受伤了 知道吧 但是问题是出现在这个情感只要在 受伤是永无止境的一定会受伤 问题不是出现在你这个老公的受伤 是出现在你这个情感在这 这是一个自恋 自恋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自恋 这是父亲母血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情感 我们来自于父亲母血那这个情感在我只要他不停 我们在亲情有情爱体上就会受伤 只要他不熄灭 你总有一天会受伤 总有一天 不管在亲情或者友情长大了在孩子身上 你觉得你付出了为了孩子 真的是付出了一切 但孩子不孝顺你啊 讨厌你甚至于逆反你跟你都不说话 还有你丈夫你觉得付出了一切 你觉得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美丽 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家 但是得不到呵护得不到应有的甚至连终重都得不到 别说是爱你的情感也会受伤 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自己有一份情感在这 所以我们永远在委屈着 永远委屈 永远觉得这份情感 你知道你这份情感有多大吗 大于三千大千世界 重弱太散你知道吧 所以这份情感 其实这份情感很虚妄 有一天如果你看到自己内在的情感的虚妄 你就原谅所有的人了 轻轻有绝就全部原谅 而且没有人在伤害你 如果你不能够降服自己里边这份情感 我告诉你 今天你这个老公结了 你大不了跟他拜拜是吧 我们就是说很爱他的人会受伤害 十年以后也慢慢的把他忘了 如果有一个更爱你的人 比他更优秀的人 也会带起他在你心里 慢慢就带起了 也有可能有一天就忘记他了 但是另一个人也许也许还会伤害 也许你会杀害他 这谁知道呢 也许你结婚了 你身边有一个男人 你晃动了 你出轨了 都有可能 出轨这件事是吧 有时候情不知情被诱惑了 不管是哪种角度 有时候 你看看电影里边 很多没出轨过 还没看过电影啊 电影电视里边 有时候出轨 他跟爱伯伯没关系的 他跟 比如说皇帝三公六月七十二妃是吧 你说他爱哪个妃子是吧 他今天看少这个了 明天看 很多男孩子的女孩子出轨 其实也不见得不爱另一个 他 他后不得把缺缺下的女孩子多爱上 是吧 都娶回来 多爱我是吧 因为他那个情很丰富的嘛 他那个情像三千大切世界那么大 缺世界的女人多爱他 他也满足不了 知道吧 他也觉得三千大切世界外 还有没有女人了 是吧 他又找那一个 你知道 都是 他主要那个 因为他都觉得不是 因为其实是 因为他为什么出现在满足不了 是他这个情不断的生面变化 他这里边我们每个人的情不断的生面变化 所以真正在爱里边圆满到最后 你在需要修行 修行就是迎新进来 迎新是什么 他是个虚妄的东西 你不要自己以为你真的有盈欲 有什么东西 他是个绝兽 兽即是空 只是你不知道 佛说你活得迷迷等等的 颠倒梦想嘛 所以活得自己受苦受呢 还不知道为啥 为啥 你迷等嘛 迷吗 就是母明嘛 所以说 迷门是什么 颠倒梦想 每天在那照梦 然后认为你有啥 你看我这个情 哎呀 没人合伙 你看我这个爱 你看我这 我没有情吗 为什么我心在哪 不知道 是吧 我难受 你看我痛苦 痛苦也拿不出来嘛 所以你就自己在那照梦 就各种认知 颠颠倒倒的认知 而且很执着 知道吧 如果你不执着 这个结果梦想 这个肉根 这个东西都能够空掉 就是这个生根啊 都能够变化 知道吧 现在你变不了 没什么 就是你这个梦 太结固了 在情感上是最结固的 所以你看修行者 很多人就要先离情趣 离情趣 就是说先砍断外缘 并不是说这个情欲多邪恶啊 不是太恶 是因为你在这太结固了 你在这个梦里边 不醒来 这个梦实在是太深了 梦得太深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梦醒来 觉醒以后你才能不受伤害 所以不是你丈夫伤害你 是这个情欲在伤害你 是这个梦在伤害你 你知道吧 你一定要解脱这个梦境 你才彻底能 从这个世界的情欲里边走出来 从这份背叛和伤害里边走出来 你离婚不离婚 你拥有或者是 你怎么都解脱不了 我告诉你 哪其放下都不是 是吧 所以你要修炼 我现在有感觉 你自己 尤其是到晚上 就是六点左右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没有力量 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没有力量 是 我们的认知就是 就是 那肯定是我们 你知道我们有妒忌 我们有妒忌 有觉得我慢 觉得我这么好 你不爱我 甚至你爱的那个人 你看 那块块比我好 是吧 他比我好吗 他文化没我高 是吧 他没对这个家父处过 你既然爱那个东西 是吧 你要爱 爱个比我好的 是吧 偏偏爱一个 还不如我 是吧 各种想 受伤嘛 这种受伤了就各种想 都是跌倒梦想 与他无关 你知道吧 我们的 当时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肯定下地狱嘛 我们觉得有地狱的过手了 有时候真的是活着生不如师父 这什么会自杀呢 对吧 但都有解脱 就是你 唯一的解脱指导性 就是在坐下 先停下来 这种乱想 停下乱想 不管你觉得你是被拍了 被受伤了 被拍了 老公 你连你有没有老公 这种事都不要想 重新来过 是吧 从你轮回开始来过 你是个女人 或者你有没有六根佛 六根四大结空啊 你连这个 叶耳鼻舌生意都要放下的 连这个 你要想放下体育 你都就放下叶耳鼻舌生意 这个四大 地水火焚空 佛是这样子 你不要拿西医的角度看啊 说我们有一个什么大脑小脑 心肝脾肺肺肾 那个放不下的 物质的 中医的角度 阴阳啊 这也很难 就是那佛学的 佛学就是四大结空 地水火焚空 它把肉体变成个自然界来让你看 地水火焚嘛 是吧 这个 你要是说 它是个心肝脾肺肺 你很难的嘛 你很较真的嘛 是吧 你觉得它很脆 它是个火大 水大 地大 你这样子看 然后它是虚妄的 里边那个 情感升起来的时候 最多不是就是个火山喷发嘛 是吧 要么就是个海啸嘛 是吧 痛苦不过就是血窝嘛 就是你坐在那儿 如如不动 慢慢的 刚开始你不是乱想嘛 你不能不动 这就是念佛菩萨名号 祈求佛如 佛菩萨加持 然后不断的听凡背 让自己一念到 让一个更另外的听音乐 各种声音 比如你说开一度门聊天室嘛 让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声音进入你的心 占据你的心 不要让那些伤害你的东西再进来 就是你的东西有另一种东西前满了 其他的就进不来了嘛 拿佛的支界前满它 佛的支界可以跟这个世界地狱倒抗衡的嘛 六道三界六道在佛最高支界里边如幻境嘛 在我们人道的支界里边都是真实不虚的嘛 但在释迦牟尼佛的教义里边 在空性见地里边 三界六道如幻境啊 地狱也没办法跟他抗衡 他虚妄的 是吧 这种界地可以就把你出轮回 可以解脱 解脱如地狱般的痛苦 否则这种情感这种是 你说怎么 是吧 你说再打他一动 是吧 对了再发动师兄们去 特别把他揍一动 是吧 你还不让他打是吧 是不是 还想来想去 他是还是他爸不能打 是吧 各种想是吧 那既然打也不能打 骂也不能骂 骂有啥用呢 是吧 要不把小生打一顿 打了再还得被警察抓 想来想去算了 是吧 真是我们这样子受伤的时间很多 每一世都 从古自己这件事 被情感上欺骗伤害 女孩子伤心这件事 从古自己都有啊 比如说古时候时代不同 你看女孩子就不伤心 是吧 古时候女孩子更伤心 因为他随时被修了 是吧 他都没有离婚的权利 因为他在家是吧 人家都靠丈夫养活的嘛 是吧 以前的小脚女儿都没有生活能力 你被修了都 是吧 回去都借不得人 都会上吊的 是吧 没办法生活的 所以更苦啊 是吧 现在都妇女男女平等了嘛 是吧 你可以捍卫自己的爱情 或者是 哎 但是那种东西 大家说捍卫爱情 怎么可以捍卫 是吧 那种东西情不自尽 你把它人留住了 心不在你这 是吧 但是你很生气 你怎么心不在我这呢 是吧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他每天吃面包 吃了十年面包了 你还不让他吃个窝窝头啊 是吧 这个 这很自然的事情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情感 这太残忍了 老公跟你生活了 你这么好优秀 这么好跟你生活 就算你是多花 每天看 你还不让他看看草啊 是吧 但是一看草 哎 跟草 裁上了 被草裁入了 是吧 是吧 他也觉得哎 这个草挺绿的啊 因为你是个红花嘛 他看见这个绿草了 哎 是不是 但是这个花就不已了 是不是 就不行了 你背叛了我 是吧 在自己最没力量的时候 就先停下来 能停就停 不要想自己 不要想 好好生活 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可分裂了 你未来还有几十年的生活 好好活 只不过是你生命中一件 一件 发生的一件 逆缘而已 生命中我们 生命中很多事呢 你看对人力来说 这一百年啊 我们会遇到失劣 被抛弃 是吧 求不得苦 这不求不得 就是喜欢一个人得不到苦 或者是喜欢上了 两个人结婚了 另一方移情别裂了 或者自己一切别裂了 也叫求不得嘛 你离情别裂了 但没离婚 这不也求不得嘛 好 这不是也苦嘛 还有一种就是事业失败了 破产了 被人骗了 被最好的朋友骗了 被闺蜜骗了 这也觉得很欺骗啊 很 还有就是病魔得了绝症了 得了病了 看不好啊 这也是人生的一大苦势嘛 还要面对要面对死亡的危险 或者是啊 或者心灵层面受伤了 活得虽然身体没病 但心理层面 很久一些阴影负面的东西走不出来 比如犹豫症啊什么 活得生不如死的状态 很失望很绝望 这些都是人生中的遇到的一些磨难 是吧 你扛过了解脱了 那么你就是强者 你就赢了 你就 所有人都可能遇到啊 不是你啊 所有人都可能 有些人解脱了 从这些磨难里面解脱了 那么他考试及格了 就是说 其实生命就是这样的 有的人 因为这些磨难再一次成龙 不断地成龙 不断地制造地狱环境 不断地制造地狱环境 让自己在轮回 在地狱搬得痛苦了 这一次算了 这都今年多 二年多少年了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了 这一次解脱了吧 别想这些了 不就是个 老公 爱上了一个 另一个女孩子 这件事吗 是吧 这件事 说大 也挺大 说小 他很小 说小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男人出轨世界 就是一个 男孩子 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子 他也不是所美女的位置 是有的 比如他有愧疚啊 如果你把他让出去 你带着儿子 他会一生 他可能会记住你 知道吧 难道他心里面 没你跟儿子的位置吗 有 他跟那个孩子再快乐 当他快乐到极度的时候 他说 哎呀我那个前妻 跟儿子有没有饭吃啊 我告诉你 他会想起来的 你知道他一生会记挂 知道吧 所以不要互相折磨 在这个世界人 就是说既然我们有缘相遇 不管是分手还是在一起 或者你原谅他 重新来过 或者是不管你们怎么处理 未来的生活里面 不要让这一件事情 成为折磨双方的一件事情 知道吧 解脱出来 解脱 知道吧 他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一份宽容 或者是原谅 对错这件事真的是 对你来说 她是错的 对那个女孩子来说 也许那个女孩子认为她是对的 因为那个女人说 那个那个女孩子说 我很痛苦 她为了满足我的 因为我很痛苦 我红纤梦瑶对她 是吧 最后她答应了我的要求 跟我在一起 哎对那女孩子也许觉得 哎呀她解救了我 是吧 但是对你来说 她背叛了 是吧 哎 所以这个对错怎么看呢 是吧 反正 通过这个事情 就是看到自己 真的就特别的直 就是那种行直 哎都有 都有 但是自己也能看 就觉得自己很 下决心解脱出来 下决心解脱出来 你会拥有更好的 真的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你很优秀啊 解脱出来 不要被这件事影响 虽然这个对你是个挑战 是个是个极限 挑战极限 就觉得考虚没及格 这回 就这种感觉 这是58分 你能做到猪海58分 再差两分努力一下 是吧 好 那个时候 如如不动坐在那 去念 菩萨的名号 让自己不再 不再把心放在这件事上 把它放在众生的位置 把你的老公放 把自己也放在 永永众生位置 把你的角色 把你这个女人的身体 扔到众生的位置上 把老公扔到男性众生的位置上 全部扔到 然后有一个你 柔柔不动在这 这个你不是这个肉体啊 它与肉体的角色无关 写分离出来 有一个你是知道自己痛苦快乐的 知道吧 有一个 那个你是个佛 那个你是如来无处不在 而且天上地上 唯我都做 很厉害的啊 你连个字也搞不定 是吧 好 你是可以的 只剩你越不越做 知道吧 也许这是个处缘来的 让你 因为极度的痛苦 会让人想解脱 只有极度的痛苦 在触动人力的时候 人就能够发下这个时间 你看名啊利啊 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这件事 也许你永远放不下孩子 跑不到猪海 因为孩子太需要你了 你连三天的空闲都没有 你说 哎呀去猪海 孩子怎么办啊 给谁看啊 因为你太痛苦了 嗯 孩子也 扔给我妈了 扔给我朋友就可以了啊 你帮我看三天 我要出去修炼去了 是吧 因为你太痛苦了 你要解脱 知道吧 这是个处缘 解脱吧 没有好办法 否则你看清楚 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困难之中 所有人都为情所苦 不是你 既然是所有人共通病 说明他有一个 不是在意识层面 就能解决的 否则大家都那么聪明 怎么可能都受苦呢 是吧 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傻 他们那些聪明的怎么也受苦 说明这件事没药 在这世界无药可解 情感的困难 好 解脱你的情感 正好嘛 你现在不结婚了 还有小孩了 是吧 你说正在谈恋爱嘛 大家分手了 哎赶紧再谈一个 再谈一个是吧 因为父母催着要结婚嘛 催着结婚 是吧 你都孩子也有了 你妈你爸肯定不吹了啊 是吧 你外力也没有了 就是自己 你自己 你暂时 暂时正好 你也不会再一下子 就找一个男朋友 或者什么 这个随缘了啊 但是你 正好这个状态 你这个桥结 正好开始按线性的 去解脱情感 嗯 从情感里 看到希望 首先的你自己希望 不是把丈夫希望 不是坐在那把丈夫 盖成个泡泡啊 想象成他这个泡泡啊 想象成他这个泡泡啊 想象成他这只猫这只狗 啥用也没有啊 想象你自己 你是希望的 你的觉寿 是觉寿是希望的 不要定义你的觉寿 知道 每一个觉寿生起来的 不要定义 他就叫淫欲 他就叫情 他就叫什么 不要定义 那个受起来的时候 不要定义 头脑里边 所有的人力的定义停下来 知道吗 停住不是这样的 是佛说我这无名之主 这以为我下了地狱 说这就是伤害 这就叫连地狱也不要地狱 说你就在地狱里 所有的都是幻境 知道吧 你在发泄幻境 你坐在这儿 不断地看幻境 是吧 这个世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这个世界有很多邪恶啊 背叛欺骗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习气禁了 你就不会受这些负面东西的伤害 知道吧 这个世界就算每天有人杀人放火在这儿 也不会伤到你 你不会觉得你受负面有痕迹 它变成你的伤痛 你的且伏的伤害 是因为你也有 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妒忌 外边那个人妒忌的时候 不会伤到你 然后也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 知道吧 我们自己有雨洗 有吸气 知道吧 这个改吸气呢 不是你坐在这儿说 我改了改了就能改啊 看见老公了就改不了 又起来了 是吧 坐在这儿很切切 一会儿就坐在桌上裂 其实坐在桌上裂 也不是说就像那裂裙了 下裂三九 冬裂三五 就是气的量 吵呼吸啊 吵啥呢 是吧 坐在那儿我吵啥呢 然后看看这个气 从哪冒出来的 是吧 从海底轮还是从头顶 从胳膊还是从腿 它没有生处也没有灭处 这个痛苦啊 它没有生处 就是说它不是从哪儿生起来的 也所以它也不会灭到何处 就是说它也不会有一天灭 因为它无生嘛 万法本无生 这是佛学很重要的间谍嘛 是你认知出来的 是吧 你认为你在痛苦 你认为你在痛苦 所以你的痛苦一直在痛苦 然后你认为啥 你的觉受也会生起啥 我不是经常比喻说 你看我说个柠檬 你嘴里还生个口水 是吧 因为酸嘛 为啥我说两个字 你就生口水 你看你认知啥 你认为它是酸的 你就口里边生水嘛 你认为你很痛苦 你的身心就在地狱嘛 是吧 所以改变 放下这个认知嘛 你能一天 一天不是就是24个小时嘛 你有八个小时睡觉嘛 是吧 还有十几个小时嘛 这十几个小时 除了上厕所吃饭 你不想 还有也就十几个小时 你乱想了 是吧 除了那些 你没办法乱想 这十几个乱想 是吧 你就用其他的方法 切满它 切它 慢慢的十几个小时里边 比如说平时十个小时里边 我有六个小时乱想 那么只有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能不乱想 那么慢慢的 慢慢的我就 就在瞧着 可能三个半小时 四个小时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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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想的时间越来越长 乱想的越来越短 一定要下决心去做的 嗯 你才能解脱 否则情感这件事 无解 我告诉你 受伤这种事 无解 嗯 肯定受伤 你爱的人不爱你 怎么会不受伤呢 是吧 从小时候 我们爱父母 父母不爱我们也受伤 就这样 解脱吧 下决心 没有 嗯 没有什么 你老公也急需要帮助 不是你需要 对对 他身体 他现在是 从身心都不行 是吧 身体心灵都不行 你别以为他多了一个女朋友 他就幸福 是吧 他比你苦一百倍一千倍 是吧 嗯 是这样 就是他 他那个什么 而且他的心很大 嗯 他的欲望 其实他想成为什么 他一些小小的东西满足不了他 嗯 就算 别说 没有 我现在我帮不了他 你先帮你自己 你要能从情欲中解脱出来 你就能帮到他 嗯 如果一个人能从情欲中解脱 这个人已经超凡脱俗 知道吧 嗯 这个人很厉害了 知道吧 一般 他已经 最起码也跟很亲近了 一旦他从情欲中解脱 你知道吧 你的六根就开始亲近了 你知道你眼跟亲 就得贴眼睛 就是眼睛就很亲近了 就算你没打开 一般已经有贴眼通了 其实我告诉你 一般因为情欲 一出情欲界了嘛 情欲解脱就出去 然后就贴眼 也跟很亲近 亲近的目的 不是说你能够 穿桥有没有透色了 不是 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 一眼看到底 你不会迷失 知道吧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 你能够 动策 秋毫 就是说你一眼就知道 不就这样吗 为什么生气呢 你不会把自己绕进去 你知道吧 你不会东想西想 东想西想 就把自己绕进去 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迷糊嘛 知道吧 一生气 一着急 眼睛也看不见了 轰浊 然后情欲一起来 一愤怒 啊 闲湿滴滴 不知道这是啥 是吧 明明等等 然后自己就像一团乱麻团 就踩在里面 是吧 这就不亲近 嗯 情欲是根本 受伤 是因为你有情欲 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情欲 就 但是说 大家说这个很难吧 不难啊 真的不难 学了第一地不难 你们真的不要笑 学了第一地不难 所以你要是直接 就像心理疗法 很多说 我抗衡这个情欲 那一定会出片的啊 那很难 观他如虚幻 就不难啊 这是个方法啊 坐在这儿 看你的身心 起来的欲望和习气 还有你的觉寿 你不还得了 你身体上有觉寿吗 哎 不管你的身体呢 例假前后有觉寿 女孩子会有很多觉 所有的觉寿 都是虚妄的 没有出生的地方 也没有灭的地方 就是他来无应去无走 他本来就是个虚妄的东西 你说他从哪冒出来 你找不到的 你说他灭在哪里了 他你也找不到 是吧 所以他本身就不存在 他就是存在你的认知 跟定义里的 你的认知跟定义 是可以控制的 知道吧 你的认知跟定义 是可以控制的 他不是 你控制不了情绪 但是你控制自己的认知 跟定义 你说我不说这个事 不认他是红的还不行吗 不认他是半元还不行吗 但是你说 大家都说是半元的红的 为什么我能说他不是呢 诸位 这就是佛不是又给你搞了 所以说 这是人力的看法 是吧 其他维度的众生认为 这个不是红色吗 比如一个蝴蝶飞过来 是彩色的吗 因为眼睛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是红的 还有他是半元 这只对人力是这样的 这是个假名 金刚金吗 假名为红色 假名为扇子 之所以他叫了扇子这个名字 也是人力把它用在三分上了 是吧 如果你拿这个扇子每天去 饭店不是经常拿这个放菜吗 那就菜牌嘛 是吧 怎么能叫扇子呢 是吧 那又不是三分 所有的都是看他的 性向起立 用在什么地方 人力就给他起个假名嘛 是吧 所以他不是红的 他也不一定是红的 看你用谁的眼睛看 你用兔子的眼睛看就不是 你用恶鬼的眼睛看也不是啊 你用人力的眼睛就是 如来不在三剑六道啊 如来是站在三剑六道 以任何道都可以 他知道人力是怎么看的 他知道畜生是怎么看的 你可是如来啊 你不能执着他一定是红的 不能执着这一道啊 所以所有的定义和 如果你有这种观念 你会较证这个世界的事情吗 是吧 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 那个认知的角度 你不能无所谓吗 认知的角度停下来了 你那些喜气和欲望 假名为喜气欲望而已 四大接控 你没有情欲 你有的就是执着 在有控制征服 你没有 你没有爱 手机老师 你就没有 因为你都不存在 知道吗 大家就这样说了 如果我都不存在 四大也接控 我没有情欲 没有本能的角度 本能的角度 本能的角度是个有 有四大的时候才有本能嘛 我四大接控 连本能的角度 跟情欲也是个假的 幻境 那么我是如来 难道如来啥也没有吗 如来是一切 当你正到这个时候 如来是一切 一切 你说他是情欲 他也是情欲 你说他给你 你给起名字吧 怎么也行 他能实现一切啊 但人家呢就是一切操控在自己手里了 知道吧 那叫自在 我可以有情欲 可以没有 我可以有爱 可以没有 我可以变虚空 啥也没有 可以变三切大切世界 在一个毛孔看 是吧 那就叫自在啊 我们现在叫被本能转 知道吧 被喜气转 不自在 所以痛苦 地狱的苦呢也是幻境啊 地狱啊 六道都是幻境 但是你那些幻境砸出来的 说习气 妄境里边有妄习 妄习 妄习产生了六道幻境嘛 恶习产生下三道 知道吧 就是你那些蹭蹭啊 杜姬啊 你那种邪制 邪剑啊 你那些我慢啊 还有什么欺骗啊 诬陷啊 邪制啊 邪制剑等等 就能源境里边 四周恶习 导致四周地狱幻境嘛 是吧 十一六国 地狱幻境嘛 虽然是幻境 但一不小心就卸下去 为什么 你的空性里边有啊 你的心下里边有习气 它就制造地狱环境啊 然后你就看见了 你就活在地狱里边 死了轮回到那一道 活着以后身心失控 觉得不自在 觉得好痛苦 改了习气 那个幻境就不熟 不然不踩着那一幻 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